我決定退出2024年 這場立法委員的選舉 我們的榜月孫 他轉播的北太平良 真的有可能就完蛋了 5月14號晚上 坐影發案以後 立即在5月15號 就啟動司法調查 我並沒有吃案或包庇 但我想 作為督導部門的當初的長官 我仍然應該要以更高的標準 負起正式責任 我決定退出2024年 這場立法委員的選舉 日本這次要將 這個含有輻射的大量的海水 排放到海洋 台灣首當其衝 這個台灣的政府 要嚴厲的去 克制或禁止這個野蠻的行為 我們的榜月孫 他轉播的北太平良 真的有可能就完蛋了 對我們來說 那上海是非常大 民進黨政府應該站在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立場上 該發生的 我們真的不能退讓 不能因為任何政府 任何國家 而有不同的態度 雖然今天 一位並沒有邀請我來 我主動到一位來 5月14號晚上 坐影發案以後 立即在5月15號 就啟動 施法調查 尊重專家 這是第一個 讓專家來判斷 第二個 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老師被搜壓 到底問題在哪裡 第三個 西北市很早就啟動了 醫療服務 14位是檢測是陰性的 12位 這個 巴比陀的測試 測試結果 全部都是陰性 有意願採檢毛髮的檢測家長 有35位 我們正式行文給我們的這個 檢察官 請他來採驗毛髮